苦扑12月24日训在今日结束的一场常规赛中 比赛76人以113-107击败齐才 赛后 76人主教练道格里福斯接受了媒体采访 谈到球队前锋托败厄斯哈里斯手感不佳 里福斯说他就是投丢了一些投篮 他有些犹豫 我们会研究比赛录像 谈到球队后卫丹尼格林的表现 里福斯说丹尼的机会并不多 他不再年轻了 谈到球队后卫马蒂斯塞布尔没有出场 里福斯说马蒂斯错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赢 他会获得机会的 我每天都这样对他说 谈到球队关键时刻的表现 里福斯说对于一支还没有完全磨合的球队而言 第四节关键时刻的执行力很出色 我判打特对了